五年前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一个报告 就是讲物质 物质是无中生有 先发现这个 物质不是真正存在 无中生有 那么虽然生的这个无中生有生的这个物质 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 几乎是射生它就灭了 我们常讲生灭同时 用这个来形容它是很接近 那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物质现象 这是这个现象的相续相 就如同我们看电影 在荧幕里面看画面 那荧幕画面我们晓得 这个电影现在放映的速度 我以前玩过这个小机器 十六米的小电影 我喜欢玩这个东西 一秒钟 二十四张地平 它有两个速度 慢速度是十八张地平 一秒钟它就换了二十四个 镜头开关二十四次 那么佛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它的速度多大 仁王经上讲 一坦纸 一坦纸的六十分之一 叫刹那 叫一刹那 一刹那里面呢 有九百神明 那么换一句话说 那我这个坦纸 要坦四块 速度快一点 特别坦四四 那四乘是乘六十 再乘九百 刚刚好 免得十万八千 换一句话说 二十一万六千次 那也是我们像电影放的 一秒钟放 二十一万六千张 这个证明 你能看出的是假的 就变成了一个不动的物质 对 所以是物质 它不是存在的 所以不是 我们所看的是像许像 完全你看不到的真相 那么佛告诉我们 什么人能看到真相 在大神教里面 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 那个定身 甚深禅定 所以极其短暂的生灭 它能看出来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既然不是永恒不变 一定是有生灭的 对 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 影像现前了 一看在眼里 有的时候看着笑 有的时候看着哭 电影有没有过时 没有过时 它什么都没有 影像 那不是真的人在表演 那是个影像而已 为什么这个影像 就勾引你自己的情绪 你就被它所转 那你太可怜了 它没有过时 过时在你自己 它不过是影像而已 梦幻泡影 假的不是真的 只有一个萤幕 多半是用博布做的 它不是真的人 假的 你被它迷惑了 你上当 你去齐心动念 你在里面造业 真的明白人 这是梦幻泡影 你知道这个画面是假的 然后晓得 整个世界 这一切 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金刚经上所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那么你看到也好 听到也好 你心地亲近 如辱不动 一尘不燃 你就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的人 不早已 那在您看起来 现在科技高度发达 大家相信科学家 那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 这个最高的智慧 在您看起来 我们人类目前所认识的 整个宇宙的真相 达到百分之多少了呢 没有达到 永远在零那个地方 没有进一步 百分之一都达不到吗 达不到 为什么呢 梁肃明他学佛 他都知道 大臣教里面 讲这个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 人的智慧比不上天 天比我们聪明 天有神通 天有武通 路径通没有 其他都有 他能飞行变化了 他能分身呢 那比我们能力强多了 佛家讲的智慧 是将禅定 科学家没有定够 定身会 会才能解决一些 会解决问题是自然的 就是本能 就是本能 所以佛家呢 一切众生皆由儒来智慧得相 是本能 用不住学啊 你只要把你障碍去掉 现在人心浮气躁啊 把你的本能呢 完全障碍住 所以科学家是 他没有离开妄想 没有离开分别 没有离开执着 那么换句话说 对于宇宙的真相啊 他没有办法了解 那如果有一些老师 或者是学生 请教您这个问题 说人类认识的程度 只有百分之一都不到啊 对 那么崇尚的这个科学 在您看起来是什么呢 佛经里头有科学 有科学 啊 你不是讲 佛讲这个宏观世界 微观世界 啊 现在讲太空物理 量子力学 在佛经上全都有 比科学家讲的 还详细 还奇妙 啊 科学家讲的 微观世界里面 讲的夸克 啊 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是 夸克里头有世界 这科学家没发现 那个世界 跟外面世界一样大 所以 进入那个境界之后 没有大小 啊 换一句话说 宇宙之间 没有对立 这个人不同 你说人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 才是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原来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的时候 你能够贯通宇宙一切 啊 对立是怎么 对立是你的妄想 分别执着里头建立的 你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 夸克里头有世界 一粒微尘里 竟然还有一个大千世界 谁能理解得了呢 请听下面的朗诵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这位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已经85岁的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杨振宁 这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这个感受 是诗人所没有写出来的 是什么感受呢 是一个庄严感 是一个神圣感 是一个第一次看见 宇宙的秘密的时候的畏惧感 那么我想 这个所缺少的感 这是Gothic建筑的建筑师 他们在设计这个 Gothic建筑的时候 他们所要歌颂的 他们所要歌颂是崇高美 灵魂美 宗教美 是最终极的美 谢谢大家 佛法有高科技啊 你今天这个 你看 佛法讲到极处 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 时间跟空间 佛说时间跟空间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能够突破这个围次的话 时间没有了 你可以看到过去 过去年轻年 三千年 真的就在眼前 就像你看电视的画面 就在眼前 真能看见了 能看见 人可以回到过去 我想回到唐朝 就可以到 对对对 方法就是界定会 界定会 于是志迦大师 我相信他这不是骗人 他在读华言经的时候 入定 在定中的时候 他就回到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代 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 讲华言经 他在那听了一座 回来之后告诉人 灵山一会 现在还没散 那不是没散 就是那一个空间 他移到现前来 是时间可以突破 空间也能突破 空间突破之后 没有距离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是 要到外太空 要发明什么交通工具 没有月球在哪里 就在此 极乐世界在哪里 极乐世界就在此 空间跟时间 现在科学 距离这个很远 这个在佛经里面 这个科学是很普通的 不是高的高等的 如果问你 生事是小侠 如果问你 这也是小侠